大家好 由于疫情反扑的原因 我本来在8月份计划的出行全跑到了 那么没办法 哪也去不了 就只能收快递了对吧 这是我云南的同学给寄来的 他搜罗了一批茶叶 让我来尝一尝 我也不知道里边放的是什么 拆开来看看吧 看看有没有惊喜 这十年 十年沉淀出来的美妙 这写了个十年 我看下边有 林仓的帅情大业主 生茶 十年的生茶 应该是散的还是 剩下的就在这个白色包里 我这么严肃 怕碎了 这是有好几瓶茶在里面 2020年4月28日 生茶 这是小湖赛 冰岛两颗龙珠 这还有个小饼 这还是个冰岛 这俩是一样的吧 冰岛龙珠 这是今年的 云茶仓的 不烦 做仓储的 他新茶过来是不是 闻着还不错 好了 这些先收起来吧 改天有机会再散 这个大企业出的 什么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什么的 生产日期是2017年 然后说它是有十年成 那就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 有十年 2017年 现在21年 14年了 那差不多了 拆吧 拆到尝尝 这种细腻的 闻干茶是已经有这个 类似 酸枣味 那种酸枣香 不过那个生茶的明显 那种酸色的味道 好在 来先来尝一尝 小撐撐 6.5,可以了 这个茶感觉是压过的 你看这个形状 感觉是压过的,压过才拆出来的 因为如果不压的话 它不能叫做铺耳生产 好,水烧开了 我们先来温一下气 盖碗有点厚 等一下,温度没上 稍微洗一下 这是有年头的茶 有年头的茶 其实最怕落灰 这个灰尘它是避免不了的 任何一个创始环境 都不能说自己完全的 无尘无菌,真不可能 洗茶的水 可能可以啊 来泡一下试试吧 这个十年的泡尔茶呢 已经符合了当今比较流行 所说的中期茶的这个概念 这个茶呢 它在鸭饼的情况下 存储了十年 在17年的时候呢 它拆了之后进行一个分装 但是呢,从17年到现在啊 这四年,其实它的这种更化 是不如前面这个十年的 泡尔茶的转化呀 是需要环境和氛围的 一旦把它拆开之后呢 它的转化的氛围就破坏掉了 所以拆开之后呢 它的转化呢,肯定是不如拆开之前了 那我刚看到logo啊 这是荣氏出的茶啊 也算是大茄了 滋味还不错 入口呢是偏甜的 但是它这种沉香还没出来 所以这个茶再放五年 你说在没拆的情况下 再放五年,放到15年 那么这个沉香就应该出来了 当然再去放五年的话 它的成本也是会直线上升的 不论这五年的仓储费用呢 还是五年这个转化所造成的损耗呢 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当然单饼你会觉得不多 但是像这种企业 它不可能是单饼的 都是按吨来的 整体来说呢 在中期茶里面 这个十年的中期茶 它算不上是十分的优秀 但也算是表现得非常不错了 好了,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我先喝茶了